你现在看的这个电脑上是咱俩一人一半吧 对呀那你能看得很清楚 你能看到你 你看到我 然后你就学我这个状态 你就这就外观上起码得对 看你一眼 看我自己 对 又有点又有点这个这上面 这个对了 你看你最放松的时候 你只要一放松你就对了 但是你一紧张 我要做这个事了 就紧了 又有点紧了 听它上嘴唇声音了没有 听它上嘴唇声音 不是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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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再圆一点 再圆一点 感受到没有 嘴唇不习惯这个 对对对对 好 就你看我说了吹个东西 你看脏了 这个 这个时候你是非常放松的 你不可能说我吹个东西 我还想想我嘴唇上 还不会响啊 是不是 你会 尤其是比如说你带着一个小小孩子出去 两三一两岁的小孩子出去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要夸张 比如说你秋天看着一个黄树叶 你不会说那是树叶 你不会这样 就说呀你看那个树叶来拿起来看看 吹一吹 你这所有的状态都是对着一个孩子 你就会夸张 其实这个状态 因为观众离你很远 你要这样去说 他才能接收到你的信息 你拨长 你把他当成一个面 这么近距离的 咱就用不着这样了 是不是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你要这样去想 你就会去这样做 脖子硬了 脖子硬了 脖子硬了就是 精神又紧张了 就觉得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 我要把它怎么样 你就当着乱唱 我所说的乱唱是 在我们想着哼鸣叹在气上 都做好状态的这个基础上 让身体的放松的乱唱 这个乱要打两个引号的 不是咱 放松的乱唱 但不要怕 你看 对 不是咱 啥都没有 咱们乱唱 很多人看我的这个 他觉得 哎呀 这个乱唱 我都听不懂啊 那他当然听不懂了 是不是 对 好 记住啊 记住这个感觉 是我们在什么都有的情况下 放松的去歌唱 是不是 哎 你不就有了吗